男人被从屁股开了一墙 灵魂飞到了天堂 见到了神 但男人并不死心 用尽全力燃烧着灵魂奔跑 奔向未知的可能性 也许是神的怜悯 也许是机缘巧合 他回到了死前的那一刻 狂野奔放的动画风格 魔术一般无法预测下一个画面会看到什么 出自那位动画界最自由的男人 汤浅正明 哈喽大家好 我是AJ 相信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 应该都是看欧美动画长大的 蓝小狗英雄拼命王约翰尼 还有我最爱的德克斯特 加上老鼠帝国长期的殖民下 我们对欧美动画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在长大一点点后 我们开始迷上七龙猪猎人通灵王 逐渐喜欢上这些日本的少年动画一直到现在 我们这个世代应该很能区分 日本跟欧美的动画风格 小孩子看的就是卡通 美女人员看的就是日本动画 诶不是不要影战啊 在动画产业蓬勃发展的日本 有着数百位风格不同的导演 但这个男人可以说是最独树一格 他才在日式与美式的界线上 玩出自己的风格 同时也才在商业与艺术的独木桥上 挑战着市场的接受度 他就是日本动画界最自由的男人 汤浅正明 汤浅正明出生于1965年日本福岗县 小时候跟我们一样看着欧美动画长大 当然身为日本人必定也受着日本动画影响 汤浅正明从小就看着这些可爱线条简洁的动画长大 他便以制作这样的动画为目标 在大学美术系毕业后 汤浅正明的想法非常明确 因为喜欢动画 所以就进入了名为亚细亚棠的动画公司就职 这期间参与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动画 樱桃小丸子 在我们记忆中那成就的冰店开场的OP1 还有经典的霹哩啪啦1D1 汤浅正明都担任了重要的原画工作 另外在小丸子中他最广为人知的事迹 就是在剧场版的一段插曲 大展他狂放又奇特的作画 不久后汤浅导演就离开了亚细亚棠成为自由动画师 并参与了另一部我们的童年回忆 蜡笔小新 从1992年开始 他把蜡笔小新能做的工作都作变了 从原画编剧分进演出OP制作 还参与了多部剧场版的工作 所以说我们小时候看的蜡笔小新 可以说是处处都有汤浅导演打工的影子 直到2019年还在自己成立的公司 接下了蜡笔小新的外传超级小白的导演工作 汤浅正明的动画历练跟蜡笔小新 可以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想也正因为蜡笔小新相对其他动画 不论是故事或是动画的呈现都更加奔放 也让汤浅正明更有机会展现他那线条扭曲动态流畅的风格 不留于一般日本传统作画方式的他 想法其实相当单纯 他喜欢日本动画也喜欢欧美动画 那把喜欢的东西混合在一起 不是更快乐吗 汤浅正明的风格可以说是有着欧美的狂放 也有着日式的细腻 加上他极强的表演欲能在日系内敛的故事中走出豪放的爽快感 就这样历经了十多年的磨练 到了2004年他终于得到了成为导演的机会 《心灵游戏》是由漫画家Robin Nishi在1995年发行的漫画 当前郑明选了这部作品成为自己第一部指导以及编剧的改编动画 并由制作过《回忆三部曲》《海兽之子》等超高水准 但又超篇门作品的Studio4度C制作 其故事讲述落魄的漫画家阿希某天遇上了被黑道追逐的初恋情人小妙 在护送他回去时还想着 欸会不会有一点火花欸结果人家已经结婚了 送小妙回到他家开的居酒屋后 没想到黑道竟追了上来 其中的光头小弟刻要似的拿出枪到处威吓 看到窝囊的阿希用屁股对着他 就对他屁股开了一枪 然后他就理所当然的死掉了 灵魂飞到天堂的西见到了外形不断变换的神明 告诉他你已经没有下辈子了乖乖消失吧 但阿希当然不肯便朝着神职的反方向冲去 没想到真的回到死前的那一刻 阿希马上就用屁股夹住的枪躲了下来 并带着小妙跟他姐姐开着黑道的车 奔向一场未知的疯狂旅途 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心灵游戏的想法 是我到底看了三小 如果现在的汤浅正明被称为药头 动画有毒 他初知道的心灵游戏就是用药过量致死的那种量 我刚刚讲的这一段都是正常脑袋可以理解的东西 差不多再演10分钟 就要进入脑袋快跟不上的境界了 汤浅正明在一个访谈中有提到 他的作品有一些部分很难用理论用语言去描述 而导演所做的就是将感觉用画面去呈现 说与写是我们从小训练多数人都拥有的表达方式 但画也可以是一种传递讯息的方式 甚至在某些时候比起语言能传达更密集更复杂更准确的情感 例如心灵游戏中西语小妙的作爱场景 导演将人物变色变成蝴蝶 身体各部分变成动物用不断加燃料的火车来呈现情欲的流动 不仅仅是靠言语在演出故事 而是用画面与少量的对白在呈现导演的想法 完全颠覆了我看动画的逻辑 但有趣的地方来了 这部片会让人看不懂吗?其实也还好 你用我准确的说出来心灵游戏在讲什么有点难 但你会从这部作品得到一种感觉 一个意境 就像导演说的 他的作品有些东西真的很难用言语去描述 虽然这样讲有点怪 但汤浅正明真的是一位动画师 他制作着很动画的动画来呈现他的想法 这是现在的动画作品很少也很难去做到的 从这部心灵游戏就能感受到 这个人的脑袋有多么的自由 时而用时拍时而动画的角色 人物曲线随时会扭曲做出俐落又夸张的动作 以及就像魔术一样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画面会看到什么 这时的汤浅正明没有任何拘束器 但也正因为这样 这部心灵游戏得到了不少负评 甚至有人说这根本不算电影 说他没有故事 连汤浅正明最喜欢的影评网站 都给了他狠狠的负评 这令他相当受挫 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心灵游戏得到文化厅艺术级大奖的认可 而且还是与宫崎骏竞争下得来的 但过于强烈的个人风格 大众难以理解的剧情 让艺术与商业失衡了 因此他便暂时放下了电影 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 经历心灵游戏的洗礼以后 汤浅正明没有气馁 他决定先一边制作TV动画 一边学习新的东西 这期间可以说是汤浅正明在动画迷信中成为药头之路 为什么会说汤浅正明是药头呢? 他的作品就像是下药一样 你只是看看人设觉得不好看不喜欢 但你看一集哦Shit好看到停不下来 就像嗑药一样戒不掉 人设什么的在汤浅正明手上根本不重要 反正他们的线条都会扭曲变形 并用你想象不到的角度演出 也正因如此动画张力带来的爽度 也远远超越一般日本动画 以及汤浅正明梳理剧情的能力 其实意外的优秀 不论是乒乓或是后续的电影 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 在经历导演的统整后 都保有原作内容又有极佳的节奏感 以及像恶魔人Crybaby 汤浅正明也用自己的理解 诠释了这个故事 加上他这几年爱用的音乐制作人 牛尾县甫 超到出水的电子乐 极佳的听感两人配在一起 独到不行 连有点难看的日本沉默2020 我都是一天飙完 再难看也是停不下来 剩下一题哦 我觉得汤浅正明这几年的原创动画 都不太行啊 日本沉默虽然有原作 但九成算原创 成浪之约就原创电影 虽然也不是他编的啦 但只要有一个稳稳的原作在那边 好像就没有大问题了 你看看四叠版乒乓恶魔人 还有近年评价极佳的别队印象岩出手 是不是都不错 保有汤浅正明的艺术性 又兼具商业价值 这边推荐汤浅正明最适合入门的三部作品 首选第一名乒乓是胜败对决的巅峰之作 我有出过一起专门点评有兴趣可以看看 这部绝对是我心中第一名满分10分 用乒乓球这项运动讲述了纠结复杂的青春 讲述了天赋竞争的残酷 写实讲述了人因天赋而强大 但也不只因天赋决定你的结果 剧中性格鲜明的角色独具魅力 潇洒利落的台词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以及牛尾县佛的配乐独上加独开一集停不下来 恶魔人Crybaby是Netflix独家的动画 容易找也算这部好入门的点之一 讲述为了对抗远古时代恶魔的复活 主角与恶魔合体成为了保有人心的恶魔人 这部可以说是汤浅正明挑战创作的尺度 有着大量的血腥及色情场面 有些是原作者本身就设计的很残忍就是了 是一部剧情简单战斗爽快精彩 结局有思考意义的作品 我也有做过点评但在YouTube被下架了 FB还有流荡 别对印象严出手 我认为是汤浅正明在商业与艺术材的最完美的一部 故事以学生的角度来描述制作动画的艰苦 以及在自我追求及商业价值上的挣扎 剧情容易引起共鸣人物性格极强 节奏掌握也流畅 是三部之中我最推荐作为首选的动画 到了2013年 汤浅正明与合作多次的动画工作者崔恩应 成立了动画公司Science Salu科学猴子 这间公司历经4年的磨炼 参与了多部动画的制作后 在2017年迎来了第一部主力制作的动画 同时也是睽違13年 汤浅正明自心灵游戏后的第二部长篇电影 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 在汤浅导演充满速度感表现力极强的画面呈现下 这部片就像用一口气干杯的气势 把男追女的恋爱大学时代的巅狂 夜夜深恶的荒诞在一部电影全展现出来 虽然最终票房无一日元以上业电影来说 是比不上那些超级大片 但至少口碑相当优秀 然而在仅隔了一个月汤浅正明的下一部电影 宣告黎明的陆之歌就接着上映了 汤浅导演也真的是很极端啊 上一部电影隔了13年 下一部只隔一个月 不过这部相对他前几年的作品更走向了全年龄 人设方面也更面向了大众市场 可惜的是这部在票房上没淘到太好的成绩 而在粉丝眼中这部顶多只能算汤浅的中间水准吧 隔了两年他的下一部电影《乘浪之约》 又是一部更面向大众 像是你的名字一般 也有好听的歌曲 漂亮的画面的偶像剧 最终票房也是低于春宵苦短一大劫 而且更加不讨好粉丝 我是也做过一期节目 有兴趣可以看看 我们很明显能感受到 可能是唐浅正明本人的想法 或是出资者的要求 科学猴推出的电影是一部比一部更加面向大众 但也越来越偏离原本的粉丝 虽然这期间他还是做出了恶魔人 别队印象岩出手等优秀的影集 但长时间的压力 以及这么多年来 唐浅正明是一片接着一片无间断的进行 终于在2020年3月 他辞去了Science Salu的社长职务 交给共同创办人崔恩颖接手 并表示会做到2022上映的犬王结束为止 7年来都没休息的他 终于能好好休息一下 为下一次好好做准备 我认为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在一连串的失利下又没有赚到名声 不被赞赏 这不论对谁来说 都绝对是身心灵上巨大的负担 卸任社长职务 也能让他更专注于导演工作 他休息期间 科学猴也能开始尝试 让汤浅正明以外的人担任导演 像是预计2022推出的平家物语 就是从金阿尼离开的山田上子指导 相信这样的改变 不论对科学猴或是对汤浅正明本人 都会是更好的选择 还记得我说心灵游戏是一部欺骗 虽然难以解释 但好像能感受 剧中有一段表现我非常喜欢 就是主角们腻着水流向上狂奔 在这段剧情中 阿西跑着跑着就骨折了 才想起来 他小时候常常把牛奶倒掉 原来是这样才骨折的 但他又想起来 妈妈都会偷偷把牛奶加在料理中 让他吃下去 骨头又接了回来 就像在表现 我们过去的选择 会造就现在的我们 整部心灵游戏 再说的就是选择 大量快速剪接的片段 讲述着人们无限的可能性 通常一位导演的第一部片 就是他的原点 在后来的乒乓、恶魔人等作品中 都能感受到一些心灵游戏相似的味道在 我想这也是汤钱正名一直想传达的意念 心灵游戏完全呈现了他自由的想像力 结合了他喜欢的表现方式 不拘泥于日式或美式 不拘泥于是否要有故事 就像是在告诉你 人有无限的选择 同时也有着无限的可能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光年映画赞助本期节目 他们是超有品味的电影代理公司 之前的回忆三部曲 吸血鬼猎人D 以及10月28号要上映的心灵游戏 都是由他们家代理的 快去FB追踪一下 他们未来还会有更多 超棒的日本动画电影要上 然后现在到AJ的FB本期影片下方 随便留个言 就有机会抽到 心灵游戏电影交换券 A3海报雷射卡贴 那么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AJ 我们下期再见